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自从唐嫣产后复出后,关注度没有下降,但却多了很多不太好的关注点。 的确,刚刚复出的那段时间,大家都在惊叹于唐嫣生了孩子之后,居然还会有这么好少女感。 不管是生图还是精修图,都能够看得出来他的状态很好。 但是,正如网友们所说,90后小花已经拿到了那么多影后奖项了,可是85左右的花却还在抵少女感。 唐嫣具备少女感,颜值状态也从来没有被潮过,身材很高,气质出众,路人员也很好,本该是形势一片大好。 复出后势头很猛,但一切都要从《燕云台》的开播说起。 这部剧是唐嫣产后,复出开播的第一部剧,也是在唐嫣怀孕期间拍摄的作品。 这部剧,开播三天内,几乎是被群嘲,清一色都是在说,她这个女主角的不好。 说她的演技不好,剧中的角色,傻白甜,还有抠图替身的质疑。 包括怀孕期间的身材与颜值的变化,都成为了大家吐槽这部剧的槽点。 到了后期,唐嫣在剧中的老年,庄也再度被吐槽。 说是一点都不嫌老,还有整部剧播出时,唐嫣的敬礼宣传,大家都看在眼里。 但好与不好,都在这一片吐槽声中收官了。 外界对唐嫣的认可度,不声反降。 粉丝对唐嫣挑选角色,也多少有些意见。 加上唐嫣工作室,很多次的工作,与效率让粉丝不满。 唐嫣的粉丝,也一直都在和工作室提出诉求。 但依然未果。 在近日,唐嫣出席了某时尚活动。 但是这一场活动中,上了热搜的女艺人,那么多。 有靠姐妹情的,有靠礼服和造型的,但唐嫣的声响,却要弱一些。 被大家关注的,是她和刘诗诗,一张聊天的背影。 加上唐嫣工作室,发出来的照片质量,令粉丝不满。 这场旷日持久的诉求之战,终究是得到了,摄影师本人的回应。 唐嫣的粉丝,一直在工作室的微博下表示,要求换掉摄影师。 不知道在拍什么,甚至不如粉丝。 随后唐嫣的摄影师,出面回应。 表示所有的拍摄,打光,背景,都是大家共同商量后,才决定的。 而且工作室的小伙伴,全天都很努力在工作,但最后,却被这些言论给毁了。 摄影师这么一回应,算是把唐嫣,以及她的粉丝,送上了热搜。 不少路人都表示,为什么唐嫣产后复出,会有这么多问题? 是她的团队,真的有问题?还是粉丝的要求,太多呢? 差不多时间,复出的女艺人中,赵丽颖,一连拍了三部带播剧,期待值都很高。 刘诗诗这边,铺了一部剧,但每一次的造型,都还是引人注目的。 她的演技,也被吐槽,但却没有这么严重,包括后来的唐一星,剑宁公主,也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,但她也没有,被批评成这样。 反而是唐嫣,这个路,人缘很好的艺人,居然会一次次的,被吐槽。 如今自己的工作室,也被粉丝吐槽,摄影师,也被粉丝攻击,不知道她接下来的发展,会如何进行了。 and,她走了她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